花蓮县劳工志愿服务会在花蓮市公所经费补助之下 举办了中秋月饼实作研习 邀请到阿布厨房讲师来指导制作蛋黄书还有月娘书 会员们在中秋节亲自制作又学习到第二专场 市长温嘉贤特别前往关心 也表示未来会继续支持各项有益的研习活动 如何制作健康又好吃的月饼 花蓮县劳工志愿服务协会 7日在花蓮市公所经费补助下 办理中秋月饼实作研习 邀请阿布厨房讲师秋梅香 来指导制作蛋黄书和月娘书 20多名学员仔细聆听老师讲解并做笔记 要在中秋佳节亲手制作月饼带回给家人品尝 它其实是蛮简单的 因为它其实是步骤很多 分很多小节小步骤小步骤做 然后再组合 其实我们一步一步教他们做是OK的 新手都可以上手的 因为中秋佳节 所以应急一下让他们学习 这个一技之长可以做月饼自己吃的更健康 然后又可以回贵家人朋友 那在这里呢 最应景的这个中秋节的食物呢 大概就是月饼跟柚子了 所以很谢谢市长 然后补助这次的一个经费 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谢谢我们相关的老师 安排精心的课程 让每一个学员学得非常开心 那当然也要谢谢我们市民代表 韩丽媒代表 还有我们刘正林助理 一同来与会 那我们也未来希望 花莲市有各式各样的活动 让每一个参与社团的人都能够感受到 各种不同的课程 然后也能够提升自己生活上面的一个趣味 那也谢谢所有愿意来支持活动的每一个好朋友们 讲师透过摄影互动教学 让在场学员透过电视萤幕看到制作过程 并贴心提醒 蛋黄酥在家也能亲手做 但建议在冷气房制作 制作月饼一定要注意室温 华联市公所鼓励各社团规划 可习得第二专长的课程 未来也会支持办理各项有益身心健康的演习活动 记得蒋方烟华联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